开辟崭新未来的警动 现在让我们隆重宣布 第二届北美华人财富高峰论坛 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向大家介绍今天道场的几位嘉宾 今天有几位嘉宾有的可能临时有事还有的可能在路上 像接下来这位嘉宾叫Ed Holder先生 Ed Holder先生他晚宴才过来 Ed Holder先生是国会议员 他此次来参加会议是全城代表联邦公民及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部长先来出席会议的 接下来这位是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副总领事张美芳女士 接下来是我们介绍的是释迦堡区议员会的主席 是 Noam Kelly先生 Noam Kelly 财经理访委员会助伴四人 我想 Kelly先生是不是还在路上 好 接下来我们向大家盲重介绍的是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会 名义主席伍酋生先生 Pews and Honorable Chairman Conforderation of Toronto Chinese Canadian Organizations 接下來呢我們再向大家介紹的是 列治文山市議員 Goldwyn Chen Richmond Hill members of Parliament Goldwyn Chen 好各位朋友 接下來這位是 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會長及主席 張明達先生 張明達先生 Chairman and President Chinese Culture Center of Greater Toronto 出席我們會議的還有 全家華人聯合總會執行主席 陳炳丁先生 Mr.炳丁先生 Executive Chairman Corporation of Toronto Chinese Canadian Organizations 多倫多國際學院院長 陳業美佑女士 Megan美佑陳業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College 北美中西文化交流協會會長 徐曉明先生 Mr.曉明 Xu President of Chinese Culture Federation of North America 接下來這位是 來自美國的美國雙贏基金總經理 余傑華女士 Mr.傑華女士 Manager General Women Capital LP 最後我們要向大家介紹的是 多倫多社區與文化中心總裁 鍾欣生先生 Mr.欣生 Jong President of Georgia Community and Culture Center 低音樂 我們以熱力的掌聲 提議 請我們通過 延續的政策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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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 聚在一起 讓我非常激動 然後 也感到自豪 有这么多领导朋友 社团领导